嗨大家好,我是羽毛,你们的熊人族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最新推出的魔派双子星2手柄 NS是我每次出远门必带的一个游戏设备 因为我恐击,所以说每次去外地出差都要在高铁上度过十几二十个小时 像四川这种地方真的要坐二十多个小时 所以我特别看重NS在路上游玩的操控和握持的体验 在多次的横向对比之后 我终于选择了一款握持体验相对较好的游戏手柄 也就是这个魔派一代的双子星手柄 9月我发了一张在高铁上打赢和战士prem的照片 也就是那个B站的动态 用的就是这款手柄 当时还有好多人在这个评论区问我 这个手柄是什么牌子的 没想到这条动态被魔派官方的人给看见了 于是我跟魔派的人就建立了初步的联系 上个月他们私底下把这个魔派双子星二代这个手柄 发给我体验了一下 我用了大概也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接下来我就把这款手柄的一些特色 还有我这一个月使用下来的体验分享给大家 视频开始前我先把结论放在开头 这个就是我用过的最好的DRACON平T手柄 双子星二代可以说是一代的完全进化版 如果各位正好想换这个DRACON手柄的话 那么一定要看完本期视频相信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首先魔派双子星二代这次同时推出了两个款式 偏性价比的标准S版和旗舰定位的HD版 两者在造型上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要我说这个S版的配置就已经很能打了 但是HD版是在S版的基础上为了更加追求极致 甚至用上了和DRACON完全相同型号的HD振动马达 两款手柄其他的区别就是这俩采用的微动不一样 S版用的是国产微动 而HD版则是使用的是欧姆龙微动 除此之外就是配色差异了 S版的配色更加充满活力 非常适合年轻的玩家 而HD版则是我最爱的白色 我身边换DRACON的玩家无非就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这个摇杆飘移了 要不信号不好 按键接触不良 总之就坏了 二呢就是觉得手感不好 按键太小 或者玩起来不舒服 我呢就属于后者 当然这种买回来收藏那不算 双子星二代手柄对比DRACON 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出这种厚度和造型上的差异 当我们手持DRACON时 手掌的大部分其实是悬空的 像我这样手大的人尤为明显 DRACON用起来不舒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需要用背后的两根手指去做一下支撑 这样才能拿稳NS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其他手指呢 活动起来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会感到不自然 而双子星二呢 则是把这个握持的部分做了加厚的处理 手柄握把可以很好地贴合在手掌心的部分 这样我们就可以紧靠双手手掌 完成对整个掌机的支撑 从而解放其余所有的手指 同时呢 手柄握把部分有防滑纹理设计 可以有效防止手汗抖制的打滑 双子星二代手柄的边缘造型 也有别于DRACON 它采用的是传统手柄式的 向内倾斜的造型设计 这样更离于我们手掌上半部分的贴合 而且也不会割手 同时呢 食指顺势放在肩剑上 可以和S-BOSS手柄一样 使用止度的部分发力摁下 非常舒适 扳机键呢 也是同理 手柄背后还附带一组背键 由于不需要用手指做背部的支撑 所以很自然的握持姿势下呢 中指跟无名指就可以贴合在背键上了 这个背键的位置和发力的方向 我个人使用下来感觉设计的极为科学 比之前的双子星一代还要舒服 然后再来说说各位最关心的 手感部分 手感方面呢 双子星二代相比Joy-Con 可以说是全方面的吊打 Joy-Con的摇杆有多难用 已经无需多说了 用过的人懂得都懂 双子星二代采用的是标准尺寸的摇杆帽 和线位圈直径 摇杆的操控体验上 与传统的手柄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 顺便提一句 双子星一代呢 其实摇杆帽跟这个线位圈的半径 做的都稍微有点过大了 虽然肯定是比Joy-Con强很多 但是直径太长 赚久了还是有点手指疲劳的 尤其是在快速使用摇杆推方向的场景下 会显得更加明显 二代呢又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 现在修改过后的摇杆手感 完美 双子星二的摇杆采用了霍尔电磁摇杆 霍尔摇杆现在除了预算加没有用啊 基本上已经属于国产手柄的标配了 相比传统摇杆 霍尔摇杆最大优点就是 大幅减少了摇杆飘移的情况发生 同时呢 寿命也更长 实际使用下来 摇杆有恰到好处的阻尼感 可以很好地做到半推轻推等定位操作 在推到底的情况下 做大幅度的画圆运动时 手指也不会感到疲劳和用力 双子星二代手柄有一个设计我非常喜欢 它的面板是磁吸式的 可以轻松地取下 这个功能啊 可不是换个配色这么简单啊 它其实是可以更换摇杆线位圈款式的 每个手柄都自带两种面板 一种是传统的360度线位圆环圈 另外一种呢 则是NGC同款的八项线位圈 也就是大乱斗玩家的最爱了 这种摇杆帽在玩传统2D横板跳跃游戏时呢 也可以辅助我们精准定位45度斜方向 这个设计妙啊 一个手柄解决两种需求 还不用螺丝 加人们 这个设计我是真的喜欢 顺便提一句 摇杆方面HD和S版两款手柄是完全一样的 包括霍尔摇杆以及外壳更换的设计 除了可以更换摇杆线位圈 还可以更换方向键的键帽 手柄提供了马赛克和传统十字两种键帽 键帽采用的是卡扣式 既插既用 且内部有防呆插槽设计 玩家可以轻松更换 双子星2方向键采用的是微动开关加硅胶联动触发结构 据说这是摩派它们首创的一种独特的结构 通过双结构支架 控制硅胶与微动开关的触发间距 八个角度都可以精准触发 解决了十字键方向容易串联的问题 通过硅胶帽实现与微动开关配合按压 从而实现减少玩家按压按键时的按键形成 同时能够提高按键的使用寿命 方便轻松实现任何频次的快按操作 摩派的人跟我说 他们可以很自信的讲 在方向键的操控和使用体验上 他们能做到行业领先的水平 我个人使用下来的体感 是方向键每次按压时的反馈非常精准 同时按下与弹起的过程非常的灵敏 总之就是给人一种非常干净的感觉 说完了方向键 再来说说其他按键 ABSY四个按键相比Joycon的体积更大 间隔也更大 按起来不会像Joycon那么局促 得益于上文提到的弧形侧边设计 手放在按键区时 会向内自然倾斜一定的角度 这样可以让大拇指有效的 避让开右摇杆的位置 大幅减少了误碰的可能性 肩键的微动很轻也很脆 键程合理 按下去非常省力 因为NS游戏不支持线性扳机 所以这款专门为NS设计的手柄 也就不必画色添足了 双子星2的扳机键 没有线性扳机那种长键程设计 而是一触到底的微动式按键 键程相比肩键稍长 但是按键的触碰面积很大 可以把中指完全贴合在旗上 相比之下 Dry-Con的肩键跟扳机键就显得特别的拥挤了 背键使用了传统的导电胶按键 按压力度也比其他按键稍微重一点 这样设计是为了防止握持时手指导致的误碰 但由于其按键的触碰面积是很大的 而且一开始有提到过 它的人体工程学设计是非常合理的 整个手指自然贴合 触发角度也很科学 所以想要按下的时候也并不觉得费力 值得注意的是HD版无论是方向键还是其他按键 均采用的是欧姆龙微动 而S版则是使用的国产微动 两者在手感上略有差异 整体上HD版的力度更轻更脆 而S版稍重一点点 更接近传统游戏手柄的那种按键力度 但不论哪一款用起来都是非常不错的 这款手柄除了手感以外 让我最感到满意的就是 它其他方面的参数跟功能也全是拉满的 无论是这个标配的S版还是旗舰版的HD版 功能跟参数都是拉满的 用过双子星一代的朋友都知道 一代是一款无法拆分使用的手柄 必须一块插在NS的两侧才能正常匹配 二代则是跟Droidcon一样拥有完全一样的功能 两侧的手柄均可拆卸 并且当作独立的手柄使用 支持两人一起同屏游玩 同时也支持主机跟掌机量种模式 魔派双子星二代手柄是我一直在寻找的NS的最后一块拼图 它的出现彻底解决了NS外出游玩时体验的短板 开头我说它是Droidcon的平替 其实有点委婉了 双子星二代手柄的具备了Droidcon所有的功能跟特点 在此之上它还弥补了NSDroidcon所有的短板 且无论从手感堆料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来说 都全面超越了Droidcon 所以说双子星二代手柄是Droidcon最终的进化形态也不为过 视频最后再扯点别的 我最近不是买了一台这个温掌机吗 我想着以后可能出门就不用带NS了 但是由于这个双子星二代手柄的出现 让我不得不又去考虑在这个温掌机跟NS之间 要出门之前做一个抉择 因为它良好的这个手感跟握持体验 再加上合理的这个备件的设计 所以我现在只要NS上这些运行起来 不会说不流畅 可以稳定60帧的这些游戏 我还是会优先的在NS上去把这个游戏下好 出门的时候还是会使用这个双子星二代手柄 在NS上进行优玩 而且我们下一次就能够得出门 以下皇宣或依贝